这里有两块屏幕 各位能够凭空看出哪块是1080P 哪块是1440P吗 从Steam的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 目前主流玩家的分辨率 依旧是1920×1080 因为其提供的画质 足以满足大部分玩家的需求 以及电脑配置 而第二高的则是2560×1440 也就是俗称的2K屏 那屏幕前的各位 是否考虑过升级2K显示器 又或者说所谓的2K显示器 和1080P显示器画质 到底有多大差别呢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1080P和1440P显示器 到底有什么区别 首先声明啊 此视频不含有任何广告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为了撇开所谓面板色域等参数 对于显示器的影响 我们也选择了参数 尽可能接近的两款 从大家的实际使用角度出发 1080P分辨率不可能用227寸的频码 所以最终选择的是 16B9的23.8英寸 1080P华硕电竞小钢炮 和227英寸的1440P华硕小金刚Plus 具体的测试机配置入下 那废话不多说 先看游戏测试 我们选取了五款画面比较猛的3A游戏 包括了PC端和主机端 为了保证画质的真实性 没有任何的后期缩放 采用了相同的拍摄环境和视剧 来实现最接近真实体验中 对清晰度的影响 具体请观看 第 2次画面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各位觉得哪款显示器的画面效果更好呢? 目前PS5和XSX都是支持1440p输出的 C可以实现点对点 整体而言还是1440p显示器的画面要更加精致一些 但也没有说天差地别吧 这里给强顺需要提起一个概念 屏幕像素密度 我们上面提到过主流的1080p、1440p和2160p的电脑显示器 也就大家俗称的1K、2K和4K 这么叫其实是错误的 应该是2K、2.5K和4K 这三款分辨率的主流尺寸为24英寸、27英寸和32英寸 那么他们的屏幕像素密度分别为92.56ppi、108.79ppi、137.68ppi 而像素密度越高 屏幕也就越清晰 大家可以用像素密度计算器算一算你目前的屏幕像素密度 所以说 不管是从理论的角度 还是实际的角度来说 在试剧不改变的情况下 从224英寸的1080p升级到227英寸的1440p 变化肯定是有的 但相比从1080p到4K的提升就显得非常小了 那除了游戏外 屏幕最重要的就是办公和刷视频 在Word中227英寸的1440p屏幕 明显要比223.8英寸的1080p屏幕清晰 这也是由他们的屏幕像素密度所决定的 如果是32寸的4K屏幕还会更加清晰一些 而要说视频的话 1440p的屏幕可能就有些吃亏了 因为目前的主流视频源几乎都是1080p的 包括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存储拍摄包括后期的条件因素 大部分创作者还是以1080p分辨率为主 所以当我们使用1440p分辨率的屏幕时 就会出现依赖视频解码或者是播放器的问题 只有像油管这类支持全解码的视频平台 才不会出现模糊的情况 否则就像1080p直接拉伸至1440p一样变得模糊 这也是问题之一 大家可能平时有这样的体验 当我们把1440p的显示器分辨率直接调成1080p时 会感觉它比原生的1080p还要糊 按理说我屏幕分辨率更高应该一样清晰才对 那这里就要引入另一个概念了 点对点 说简单点就是让大家使用的分辨率 要与显示器本身的分辨率一样 进行点对点的重合 如果你将2K屏幕调为1080p 它就相当于将1080p强行拉伸至屏幕大小 所以变得更糊了 针对于这种现象倒是有解决办法 不过需要借助N卡的一些功能 且需要的是20C以上的N卡 在GeForce Experience中开启图像增强 就可以通过渲染分辨率 达到接近点对点的1080p效果 虽然只是渲染模拟 但从使用层面上完全是够了 这种方法适用于购买了2K显示器 但硬件有限 想要游戏更高帧数 想使用1080p的用户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测试 可以总结出两类显示器的几个优缺点 227英寸1440p的显示器 有点依 在保证了清晰度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使用更大的尺寸 比如一块227英寸的1440p显示器 相较于一块227英寸的1080p显示器 就有很大的提升了 有点二 它的PPI确实要更高 也就是画质更清晰一些 缺点一 主要是价格相较于1080p显示器更高 如果是纯粹想要升级画质的话 其中相较于1080p提升并不是很大 还是4K比较猛 缺点二 需要的电脑配置会略高一些 缺点三 不能实现原生的点对点1080p缩放 无法完美适配大部分的1080p视频源 而223.8英寸这款1080p显示器 优点一 价格更低 而且画质与1440p的差别并不是超级之大 可以把这部分费用 适用于显示器的其他方面上 优点二 更容易适配目前的1080p视频源 优点三 所需要的硬件性能更低 大部分中低配的福音 缺点一 由于像素点有限 常规尺寸下都没有1440p和4K清晰 缺点二 屏幕不适合太大 超过224.5寸就有点糊了 其实说到底可能玩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 那就是1080p到2K显示器 并不是翻倍的提升 目前主流的分辨率为1080p 1440p和2160p 代表其纵向的像素点数量 常常被大家称为1K 2K 4K 但其实这个叫法是有问题的 1K的分辨率准确来说应该是960x540 所以所谓的1080p其实就是2K 而1440p则应该是2.5K 这样一来就能够解释 为什么目前市面上的2K显示器 相较于1080p显示器 没有明显的提升了 因为1080p升到1440p 其实就是从2K升到了2.5K 自然没有从2K升到4K提升那么大了 而2.5K屏的存在 更像是填充了24寸到32寸显示器中间的一个空缺 因为27寸的1080p屏幕会变得很糊 4K的27寸屏幕又显得很多余 而且大家的硬件和预算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1440p显示器应运而生 并不断堆料 更像我作为长期使用1440p的用户来说 我是更看重27寸这个尺寸的 并且我的硬件和预算也没有达到4K的级别 短期内更不会更换电脑配置 所以1440p足够我使用 而且从Steam占比11%也足以看出 其用户量还是不容小觑的 包括PS5主机在后续也是更新了1440p的输出模式 只能说忍者见忍智者见智了 因为也有许多玩家感觉1440p的屏幕看1080p的语言不舒服 还不如用回1080p 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色彩啊刷新率啊等其他参数上 或者干脆直接上4K得了 这也是1440p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 如果你可以接受24寸的屏幕 且长时间内不会更换支持4K分面率的电脑硬件 那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一块色彩面板更好的1080p屏幕 那如果你想选择一块27寸的显示器 且长时间不会升级电脑硬件到4K 或者是不想使用4K的话 1440p的屏幕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的硬件足够4K运行 且预算充足可以接受大屏的话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4K得了 因为从1080p到4K完全是质的飞跃 说了这么多也测了这么多 情况已经很明了了 1440p或者说目前大家俗称的2K 换而言之就是1080p的小幅度升级版 比如像素密度提升啊 屏幕更大呀 但这些升级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那就是解码和价格问题 只要搞清楚这几点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 没有说哪个分辨率的屏幕就一定是最好的 或者是最差的 重点在于各位观众老爷们最需要的是哪一款 最适合哪一款 这也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意义 那如果大家还想看4K显示器 与1080p以及1440p的对比测试 别忘了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哦 当然显示器还有例如刷新率啊 色彩啊等其他参数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视频中一一分享 所以记得关注超级客哦 那如果还想看更多有意思的硬件测试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